第六十三集 楚涵一直面无表情 也没有多余的害怕情绪 他不停地挥动铁斧 将眼前扑面而来的丧尸 一轮又一轮地解决 斧刃灰闪曝光 每一击都暴力 直接地向着丧尸的脑袋砸去 伴随着扑扑扑的爆裂声 那些丧尸的头颅就像被砸碎的西瓜 裂开 然后喷射出浓浆和黑血 丧尸很多 这是一次规模并不算大的尸巢 但值得兴奋的是 这次尸巢和超市那边的毫无关系 是另一波丧尸群 数量也相对少了很多 只有五百多 他们有五个人 四把自动步枪和几乎没有消耗过的子弹 对抗这些五百只丧尸 楚涵觉得没有问题 他利用了卡位将丧尸挡在了桥对面 然后再利用狭窄的缝隙 对付这些挤在一块的丧尸 攻击范围是门很好的学问 面对丧尸尤其重要 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脑子 除了挤就知道挤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五人的高速攻击 让眼前的丧尸逐渐减少 直到最后多达五百不止的尸巢 只剩下了零星一点 楚涵的压力终于小了一些 毕竟除了他 其余四个人并没有这么强悍的体力 所以守住凤口的任务 只能他来做 当然他也很乐意 毕竟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 可以得到更多的积分 只不过楚涵描向了车厢人 四个人面前的丧尸尸体 他的眼皮跳了跳 四人中果然是白云儿杀的最多 这个女孩在17岁就已经强悍如斯 可是白云儿对楚涵并没有忠诚度 好大一笔积分没了 忽然一阵杂乱又急切的汽车轰鸣声 在后方响起 十几辆车飞速驶来 几乎是在横冲直撞 大头阵的一辆货车内 成贤果检查着自己的枪支弹药 然后抓起对讲机 声音威严不容亵渎 所有人听令 即将到达目的地 立即检查武器 确保子弹数量 所有枪支上唐 一分钟后 全员下车准备战斗 十几辆车内 一阵参差不齐的枪支上唐声响起 所有拥有枪支的人员 全部整装待发 没有枪的人 则是狠狠吞下最后一口食物 一副出去拼了了命的样子 捏紧了各种武器 干 好久没有这么热血沸腾了 出去杀光了这些行尸走肉 坐满明秋大学学生的车辆里 段鸣和季青柳还在狼吞虎咽 他们才不会出去拼命 到时候只要躲在人群后面 装装样子就好 丁雪则是紧紧握着消防服 对旁边不停询问他怎么办的同学们 舒适无睹 他怎么知道怎么办 他是班长没错 但他终究是一个只有二十岁的女孩子 他也怕丧失 也怕漠视 也怕会吃不饱 也同样怕自己会死 大头阵的车辆中 依旧是出租车司机悦自开车 他狠狠地踩下油门 从容不迫地稳住方向盘 声音急切 妈的 那个不会开车的公交车司机 可千万别死了 虽然彼此看不惯 还差点打了一架 但是对方一行人挡住丧失群 为他们开路的举动 却是让月子这个大老爷们 差点感动地哭出来 旁边副驾驶的叶晨 无声地将弹夹装好 眼镜片后的狭长双眼闪着寒光 他抽空抬了下眼 刚想推下眼镜的手 突然一顿 与此同时 旁边的月子 也是双手猛地没抓稳 车身毫无预兆地一晃 差点将后方车厢内的 成咸果甩出去 紧接着 大货车猛地刹车停了下来 惹得后方十几辆车 差点没来个连环追尾 砰砰砰 一阵车门猛杂的声音响起 凌乱的脚步声 哗啦啦的跑来 伴随着毫无纪律的声音 此起彼伏 大当家 我们准备好了 成咸果老大 往哪个方向冲 成哥 骚尸在哪 被甩地 在车厢里撞了好几次的成咸果 连忙一把推开门 强忍着浑身的不适 跳下车 手中的自动步枪 已经稳稳地举起瞄准 他张开嘴 刚想下令 卡壳了 人群猛地安静下来 刚刚这群人冲得太快 还没来得及观察眼前的情况 现在伴随着成咸果的呆滞 众人脸上的表情 全部变得目瞪口呆 那是一辆白色的大货车 卡在了桥中央 车厢顶部 站着四个人 最左边的是一个大胖子 体重绝对超过了两百斤 面容则是长得让人过目难忘 他正面对着众人 手中的自动步枪 随意地扛在肩上 胖子的左边 是一个令人看一眼 就挪不开眼的女人 妖娆带着一丝嚣张的面容 黑发利落地竖在脑后 同样随意地将自动步枪 举在手中 目光张扬地面向众人 第三个 是一个明显处于成年 和未成年之间的年轻女孩 长发及腰 黑色的齐刘海 给她的绝美容颜 平添了一份冷眉 她没有一丝表情 小巧的鼻梁下 嘴唇清敏 依旧是一把自动步枪 轻轻斜垂在脚边 第四位 则是一个年纪令人下巴 都能掉在地上的小女孩 十二岁的小萝莉 她毫无形象地 将那把和她年纪 完全不相符的自动步枪 支在下巴处 表情吊耳郎当 值得一说的是 这四人的衣服都很干净 连一滴黑血都没见到 他们身后 是数以百计的丧尸尸体 堆积成山 全部命中脑袋 这四个人的形象很拉风 但是所有人的目光 却是看向了旁边 站在火车和桥梁中间处的人 那是一个男人 背对着众人 他没有像这四人一样 站立于车厢顶部这么显眼 身上的衣服也没有这么干净 他的手上甚至都没有枪 但是所有人 都是不约而同地 将目光看向了他 这个男人面前倒下的丧尸数量 比旁边四个人加起来的还要多 数以百计不足以形容 众人内心的震撼 那些丧尸多的 能够铺满半座桥 丧尸的尸体累积得很高 每一只的脑袋 都像是被砸烂的西瓜 黑血流淌而下的 在整座桥上蔓延 染黑了全部的地面 楚涵 手起腐落 解决掉最后一只丧尸 这才回过头来 他的身上 沾满了腐肉和鲜血 下身的裤子 甚至是大半 都被黑血浸得湿透 巨大的铁斧 随意地垂在脚边 早就看不出原来的颜色 一滴黑色的浓血 从他的脸颊上流下 楚涵歪了歪脑袋 声音平淡无奇 你们来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